哟哟哟 我又来介绍糖水啦 说到糖水的话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最爱 上一次你介绍的糖水我无法吃 是不是觉得很可惜 有一点 我的那个什么龙眼豆花呢 因为太多人了 没心肝就没心肝 不是 因为我拍了之后太多人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 我连那个味道都没有闻到 如果你有心你就过去这首大把吃好了 那时候我放假当场 那今天呢 你又到我吃糖水了 就代表你有敬老的心 对对对对 尤其这些热的啊都是给你的 冷的我先吃吧 因为我觉得冷的好像 我快溶了 我们现在也是在这个老人糖水 三个老人 老人糖水 我吃一个水上去很明点的 叫芒果冰 芒果冰 芒果也是我的最爱 也是你的最爱啊 嗯 还有那个 那个包浆QQ丸 对耶 你一直吃下去的时候 我那个冰 配当到芒果 然后那个包包要泡一下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个汁完全融入在一起 是很好吃的 是 另外一个要吃的呢 就是这里的阿玉冰 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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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吃酸的人 阿玉冰我很少吃 因为它很酸 这个配搭的就是那个柠檬 还有蒜干阿 还有椰果阿 因为它的椰果是甜的 它的椰果那些是甜的 所以它配搭起来不会太酸 所以它配搭起来不会太酸 有很那种 解渴的感觉 嗯 很凉手吃进去的 另外在这里呢 可以吃到很传统的窝饼 窝饼 窝饼一般吃在那种结婚喜庆阿 才可以吃得到啦 它这个是豆沙窝饼 嗯 嗯 结婚的味道 它是甜甜的 然后蛮有口感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 是这个炸馒头 而且它有咖喱 但是我很喜欢很吃咖喱 你试一下吧 咖喱我觉得第一次吃 马来西亚的味道 你的馒头其实放咖喱汁 是很好吃的嘛 你会很爱味 你会一直想要吃下去 嗯 好好吃喔 马来西亚的味道 真的 很鲜 身上是咖喱的味道 是很道地的味道 嗯 是吗 我吃 腐竹鱼吗 也可以吗 好喝吗 嗯 有没有芒果的味道 为什么 因为看到我拿的时候 就掉进去 这个贱人 没有芒果的味道 它就是好像用火煮了很久 它很绵绵的那种感觉 就是火候很够 火候很够 火候很够 是不是 好 那其实另外一碗呢 跟这个骨猪玉米很相像呢 就是这个麦粥啦 怎么样 很甜 很甜吗 其实那个味道是好吃的 就是你可以接受的那个甜 然后 你喝下去之后 你会觉得 其实你就真的会饱 一碗就够了 它就是感觉是那种早餐 嗯 如果你不想要吃太饱的早餐 可以吃这种 这个就是很传统的那个龙眼学耳 它不会很甜 它的甜度呢 刚刚好 这个就是红豆沙 对红豆沙 很多老人家的最爱啊 它是很浓很浓的那个红豆沙 平常我们煮红豆沙的时候 有时候它有点水跟汤嘛 它这个是完全就是沙 你可以感觉到它哦 很浓稠哦 看到吗 噔噔 我是一个不怎么爱吃红豆沙的人 但是我这一次我觉得想要试一下 对 是不是很好喝一下 它的那个红豆的味道 它的红豆已经被它煮到齁 绵掉了 就好像跟我说说火候很共 这边其实12点开 开业的嘛 就营业 那12点我们说你来 它就已经弄好 它其实很早呢 就开始煮它的汤水 那另外呢 这个就是红豆沙 刚刚你看的是热的嘛 那这个是冷的 这是红豆冰啊 红豆冰 红豆沙是这碗 这是红豆冰 有红豆冰的感觉吗 没有 因为它有初恋的感觉 初恋红豆冰 它的确是叫初恋红豆冰 真的吗 真的啊 它很好喝耶 其实因为 所以它成功了 真的 它让你找回了你的初恋 我们吃完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呢 如果你想要吃一些 在别的地方真的很难找得到的东西 这里有一样东西可以介绍给你 嗯 榴莲塔 come on 榴莲的蛋塔 哥先尝一口了 我已经过不及待了 我要跟老板说我要打包了 很奇妙的感觉 什么叫奇妙的感觉 你跟我说 就是如果你一般吃蛋塔 它就是很蛋香味 奶味 嗯 这个就是榴莲的味道 你可以吃一口在另外一边 不知道艾里养的感觉是怎么样 它其实就是 你养上去之后 你有那种榴莲果的感觉 它的榴莲果 它不是干啊 它的榴莲果 那是果肉嘛 它就是让你吃起来呢 就有一种很奇妙 一口再结一口的那种感觉 我就觉得我们今天太油 豐富了 福气 对对对对对 而且可以吃得很饱很饱很饱 对我们要继续的开动啦 耶